烏克蘭是世界糧食的主要供應國之一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進入第一百六十天 終於有第一艘烏克蘭古物船出港 而這是俄烏糧食協議簽訂之後 第一艘出港的烏國黑海古物船 一艘貨輪緩緩開出港 準備前往黎巴嫩 這艘名為拉佐尼號的貨輪 載有兩萬六千公噸 在當地時間一號上午八點半 驶離奧德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證實 這是俄烏糧食協議簽訂後 第一艘出港的古物船 這艘貨輪從二月十八號就被困在敖德薩港 這趟出港過程也是充滿風險 因為這片水域充滿水雷以防二軍攻擊 港口管理局的拖船將貨輪拖離水雷區域 後方還跟著一艘救援船以防萬一 聯合國秘書長表示這艘古物船 載運的是玉米和希望 古物船預計二號抵達土耳其 在伊斯坦堡接受檢查 土耳其成立一個特別聯合協調中心 負責監督古物船 是否依既定路線安全行徑 以及進出黑海是否夾帶圍禁武器 公視新聞政委人中間剛編影